藝術創作不一定是用大歷史的書寫聚術 其實小說是可以有很多可能的 或者是詩歌或者其他創作都好 不太需要很強調某一種大歷史的 納入你的文本或者納入你的創作 才叫做回應歷史 很多日常生活比較細緻的感覺 其實都不是和歷史無關的 我覺得 黃彪雲的作品我很欣賞 它其實有一個挺後殖民的向導 真是去想回奴奇這件事 在當時殖民社會的那種 香港人自己的社會抗爭 其實是在這個小說裡 你看到那些力量的爭辭的 亦都是一個對香港自己的歷史關注 我相信他想做這個研究或是想做這個項目 是有這樣的意圖 他又不是一個歷史研究 他的關注是奴奇和他身邊的一群年輕人 裡面的情感關係和整件事 雖然我們稱它為社會事件或是歷史事件 但是它是由不同的人的遭遇 無論是因為理想也好 因為巧合也好 他們自己有自己內在的動因去加入 或者捲入這個運動 裡面是一個很強的情感 勉強在裡面 我在這個小說裡 沒有很多這些真是有當事人的資料 譬如我想寫一些和難民經驗有關的時候 我自己就會找一些有難民 或者書寫留經驗的作者的作品 以及一些新聞報道 或者採訪這些人的故事 這個其實是很易守的 因為我自己都會有這些考慮 就是如果我只是為了自己要寫這個故事 然後去採訪人的故事 拿到他的故事來用 那個權力是否平等 或者是有沒有分享到任何東西 有沒有令到對方都有一種 即是說得偉大一點 叫做充權 或者是他的聲音得到出現 那這些我其實有很多考慮 我自己都不是很快拿捏到一個 我自己可以操作到的準則 之前都有想過 將一些幾十年前發生的事 將他再改寫成小說的時候 中間怎樣引用那些原始資料 這些問題我都有想過 我見到他有這樣的作品出來 我就會放心很多